我国科学家又拿下一个世界首创 究竟是什么技术 为何一条线既能输电又能输送天然气 中国是一个幅远辽阔的大国 同时也储藏了多种资源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建设 对能源的消耗需求与日俱增 但我们也知道我国能源分布不平衡 这就需要用到调配设施来满足各方需求 而近日 我国科学家又研制出一个世界首创的成果 对于解决我国能源调配问题起到大作用 据媒体报道 中国科学院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条超道混合输电线原型 据获悉 这种超道混合输电线 由中国科学院电气工程研究所进行试验研究 并验证了其技术的可行性 该项发明也为铺设中国省份 铺设长达2000公里的新一代输电线垫顶的基础 据获悉 与传统金属输电线不同 新的超道混合输电线 通过概念验证线材和液化天然气相混合 组成新的输电线路 该输电线包括一根超道线 可以在零电阻以下 在超过18000伏的电压 传输近1000安的电流 极大的提高输电的效率 并且超道线与电线速风壳之间的间隙 适由在低温下液化天然气 通过缓慢的移动填充 这使得输电线能允许一条线路 同时转移电力和化石燃料 根据研究表明 将能源从中国的西部地区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 以现有的基础设施来运营的话 成本会很高 并且在传输过程中 会有约10%的能源损耗 而超导体和天然气结合的输电线 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因为消除了对电子运动的阻力 超导线上的电流几乎为零 电流损耗也会大大降低 新研制的超导混合输电线 将既能承担电力调配 也能承担天然气调配 同时还能有效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损耗 可谓是一时三秒 据火星 在计划中 我国可以利用这项技术 建设世界上最先进的高压电力线 和四条长达数千公里的天然气管道 除此之外 这条线路能节省大量用于电力 和燃气管道的土地空间 同时对于环境的保护 也有积极的作用